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黄奇峰牧师 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 我要讲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 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 耶稣说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 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弟兄姐妹 在以上的经文里 耶稣讲门徒与律法的关系 稍找耶稣讲自己与律法的关系 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现在他讲门徒与律法的关系 归纳有四点 第一 人不应该把诫命分类说 这诫命是最大的 这诫命是最小的 这诫命是最重要的 这诫命不很重要 若这样做 就很容易忽略那 你认为最小和最不重要的 第二 人不能教到别人废掉神的诫命 若自己废掉神的诫命 又教到别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第三 人自己当遵守神的诫命 第四 人当教训别人遵守神的诫命 若自己遵守神的诫命 又教到别人遵守神的诫命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弟兄姐妹 从耶稣引上的话 我们看到耶稣要门徒 看重神的诫命 遵循神的诫命 还要教到别人遵循神的诫命 在圣经中 大卫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也是一个属灵的伟人 他的伟大 与尊敬神的律法有关 以下我读诗篇 119篇的一小部分 看他是如何爱慕神的律法的 他说 耶和华 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 为要我们殷勤遵守 但愿我行事坚定 得以遵守你的律力 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 就不至于羞愧 我学了你公义的叛语 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少年人用什么 竭尽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循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缠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 请你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 一切的点章 我喜悦你的法度 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 看重你的道路 我要在你的律力中自乐 我不忘记你的话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时常切勿你的点章 甚至心碎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 是我的谋事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 我就思想你的奇事 我拣选了中性的道 将你的点章摆在我面前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律力指教我 我必遵守到底 求你赐我悟信 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且一心遵守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 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 我羡慕你的训词 求你使我在你的公寓上生活 耶和华 求你叫真理的话 总不离开我的口 因我仰望你的点章 我要缠守你的律力 直到永远 耶和华 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点章 就得了安慰 我在世寄居 苏来以你的律力为诗歌 耶和华 我夜间纪念你的名 遵守你的律法 耶和华 我何等哀慕你的律法 终止不住的思想 你的命令 残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止我的脚 走一切的邪路 我要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点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 在我善谈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我要是我学习你的律力 你口中的训词与我有益 胜过千万的金银 求你赐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因你公义的点章 半月起来必称谢你 我以你的法度 为永远的产业 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我的心专向你的律力 永远遵行 一直到底 弟兄姐妹 以上是大卫王 对神律法爱慕的表达 他因尊敬神的话 也教导他全国百姓 这样遵行 成了一个属灵的伟人 今天耶稣说 基督徒对神律法的态度 将影响并决定 在天国的地位 引用耶稣的话是 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 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 你问在天国里 有位分的大和小吗 回答 很明显的 在天国里的人 有不同的位分 在福音书另外两处经文 耶稣也提到 位分大小的事 第一处经文 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42到45节 经文说 耶稣叫门徒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在外班人 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 有大臣超权 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重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做多人的暑假 弟兄姐妹 这里耶稣也谈及 位分大和小的事 但是引起耶稣讲 以上的话的原因是 他的两个门徒 约翰与雅各 来请求说 主啊 在你将来的总要里 求你赐我们两个座位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在你的左边 耶稣听了就对他们说 凡要为首的 凡盼望在神 总要的国度里 为大的 都要预备 喝主受苦的杯 要谦卑 要甘心乐意的服事 不但要服事基督徒 还要服事众人 接着耶稣以自己为例子说 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做多人的暑假 弟兄姐妹 耶稣是救主 是主宰 他给门徒做榜样 让他们看见 通往高山的路 是从低谷开始的 世界没有生下来 就是伟人的 但今天 很多人只要 闲头和地位 要有人帮他拿行李 要有人做他的秘书 要有人向他行李 要享受那高高在上的感觉 但他不愿意做仆人 不愿意服事 因他不知道 闲头带来执政 地位是在殷勤工作中 建立起来的 以下我们再看 路加福音第九章 47到48节 这也是一处提到 位分大和小的经文 圣经说 门徒中起了争论 谁将为大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 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就他站在自己的旁边 对他们说 凡为我的名 接待着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便伟大 弟兄姐妹 这里耶稣又再一次提到 位分大小的事 他说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便伟大 当然耶稣这话 不是指着小孩子的无知 也不是说他们没有罪 更不是因为他们幼稚 转坐东外西岛 不 耶稣说他们成为大 那是因为他们单纯 因为他们自觉不配 因为他们需要依靠上帝 需要依靠父母 今天我们做像小孩子 天真单纯 自觉在神面前不配不足 因而仰望神依靠神 耶稣说我们要为大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学习 律法与门徒的关系 同时我们学习 如何成为天国的伟人 我们看了三处经文 一处是自己遵守神的诫命 又教导别人遵守 一处是做仆人服侍众人 一处是向小孩子 天真单纯 专心依靠神 盼望大家学习圣经 照耶稣的教导而行 成为天国的伟人 在压力中人员平静 在望路中人员流泄 在世外中人员幻想 在屁股中人员眼里 上帝的恩怡 爱的老父 在压力中人员平静 在压力中人员流泄 在世外中人员幻想 在压力中人员眼里 上帝的恩怡 爱的老父 老父 有父 上帝的恩怡 女儿和人有福 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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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恩怡 女儿和人有福 有福 在绝望中人员流泄 在决望中人员流泄 在冷暮中人员流泄 上帝的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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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福 有福 上帝的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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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中 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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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与你和专业佛 向你与你和专业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